春季来临,户外开始暖和起来 春暖花开的好景象 让人忍不住想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小伙伴是不是都已经安排上春游出行了 这是个有人欢喜亦有人悠的季节 春天同样是过敏的高发时期 那些对花粉过敏的朋友们却无福销售这好风光 今天我们来聊聊花粉症 我们在北美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觉得身边对花粉过敏的人特别多 根据ACAAI数据显示 每年至少有5000万人患过敏症 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 因此花粉症也是最常见的过敏疾病之一 相信很多小伙伴在北美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或多或少都对花粉症有点过敏症状 那么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先来看看花粉症到底是什么 以及有何症状 花粉症英文名Hay Fever 它是因为免疫系统受到过敏源影响而导致的鼻炎 医学上叫过敏性鼻炎 通常当你过敏时 并会流鼻涕或鼻塞 眼睛哄痒流泪 打喷嚏 咳嗽 以及喉鼻发炎 当情况严重时 你会喉咙痛 眼睛红肿 以及整个人感觉非常疲劳 过敏思议 花粉症一般是由于花粉过敏而造成的 主要来自树木 青草和杂草 如果有小伙伴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过敏的话 可以去做一个详细的过敏源测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重要的预防方法 过敏源是由空气传播 因此很难完全避免 我们能做的是减少接触以及减轻症状 首先 花粉季节要时刻关闭门窗 尽量避免花粉飞入室内 再由空调的过滤网来减少室内的过敏源 如果情况严重的小伙伴 也可以考虑入一个空气净化器 不论在室内还是车里都要使用空调 若在室外尽量用帽子和眼睛来保护面部和眼睛直接接触花粉 当返回室内时要立即去洗手洗脸 同理晚上睡觉时也需要彻底的清洁洗去身上的过敏源 另外使用防尘防满的床上用品 家里也要经常吸尘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强体质和免疫系统 平时注意生活饮食规律和运动 如果小伙伴希望通过药物来改善症状 可以考虑一下缓解花粉症的常用药品 一 皮质类固存药物 用于消炎 有助缓解鼻痒和流鼻涕的症状 二 抗阻胺药药 抗阻胺药物通过消除在过敏反应中 肥大细胞所释放出的会引起皮痒等过敏症状的阻胺 从而有效抑制炎氧流泪 打喷嚏 鼻痒 还有皮肤发痒等过敏症状 三 搜索血管药物 有助于缓解因为鼻组织肿脏而引起的鼻塞症状 四 鼻眼水喷雾 不含药物成分的生理眼水 鼻喷雾剂或者鼻道冲洗剂 能有效缓解鼻道干燥问题 或浓鼻涕导致的鼻塞问题 Lexus邀您共赏 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